我们已经开始做主义教会 我们已经可以祝福教会和教会的教徒 如果我们有这个心 可能你会说很难 李淳宗说很难很难 没有信心很软弱 我跟他说我一信耶稣的时候 我马上就全会 我回到教会之后 没有多久 我不知道多久 可能是几个月之内 我刚刚新来过一个人 新来过几个月 我就开始想 不知道那些人是否清楚 知道有神 知道去天堂 我这样想 我自己这样想 于是我就决定了一件事 在团契那时星期六下午 我又回星期日崇拜 我有团契 我特意早回来 早回来我又跟那些人聊天 我又问他们 你知不知道神是真的 你是不是真的信耶稣 那些人说不知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又跟他们聊天 我便跟他们聊天 然后我们跑过去 他们在香港 就是缩了进去的 他们什么车也不停 跑去 不断他们这 sein 都会走出来的 他多数在外面 我跟他们走出来 有时候乘搭车 想过去 飞住 然后就自己回来 我去做什么呢 我便陪他们跟他们聊天 一直跟他们聊天 帮助他们的灵命 由我初信主的神 给我这句帮助人灵命的心 很想蒙弱人 后来有一年我在生命中学 一家基督教中学教书 这是师母介绍我的形式 彭孝莲博士 他说他在美国有个意外 被车撞到的肺 是collapse 了 就是脱了 肺和空腔脱了 你别以为是不奇怪 以前有一个教友就是这样 他脱了以后也有时候脱了 那怎么脱呢 就是说肺黏着空腔 你膨胀是用脱骨 你有肌肉在脱骨上 就是黏着脱骨 肺就没有肌肉 你一旦扩大的时候 肺黏着肺就扩大了 如果你脱了 你就collapse 了 你的肺肺肯定是吸气 你想吸气但不能吸气 那他马上要送你医院 否则就死了 彭孝莲就被车撞了 肺又脱了 全身又受伤 他就死了 他说神 如果你救我回到香港 我会做这个 呼音的工作 那神真的救他 很大意外 但他又没事 他回来做什么呢 就是做 学校的呼音工作 他有一个异象就是 要见到学校 全部请到基督徒老师 在学校里面有宗教的气氛 那些老师可以向学生传呼音 又有团契又有崇拜 那些东西 我当他参加的时候 他一听我说 我信尼耶稣那种兴奋 他说 不如你做团长 就是负责那个团契 那个团契有很多人 我认为有二三百人 很多人 很多学生回来参加 我心里面是很热切的 就是很想帮他们 我又在港道也是很热切的 我第一次上台港道 我真的很震 坐在台上震 震 就好像吹不出声 但我一上个麦克里一说 各位同学 我说 哎呀 开口说 立刻有回音 我一听到立刻 那个自信心一回来 立刻就不怕 就是这样 如是很多个月都是这样 一开始说 一开始一说 听到自己的回音就不怕 但是同时 我在我班房去传福音 我们班房 基本上 差不多全部接受耶稣 还有我又在 在午餐时间 跟他们开查经班 跟他们查圣经 又带他们去传福音 他们很多学生跟着我去的 就是神给我这种牧养的心 我当时有一个很强的心 就是在学生传福音方面 后来我就来到美国 但我看到传福音真的很困难 很慢 但我心里我都说 一定要神 你要做一些工作 因为真的很困难 我每次回到香港 都很多人相信耶稣 很多 很多学生 他相信耶稣 一回来 又觉得很困难 但如果我们这里有这么多人 同心 如果我们同心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这种生命的表现 就是说我们要扶起责任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小牧者 我们每个人都要牧养 每一个来的人 我们令到他觉得关怀 觉得是有关心 让他看到耶稣多真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神多真 但我们都不记得了 哎呀我又软弱了 哎呀我又被人令我很灰心了 哎呀我现在很努力了 哎呀我不开心了 哎呀哎呀好惨啊 好惨啊 我们就会在这种状况之下 就整天呢 起起起伏伏的 哎呀我现在很惨了 哎呀我现在很惨了 又祈祷说 哎呀又感谢神了 又起来又回来了 哎呀哎呀又没来了 现在又 一会去到Banninger 哎呀很兴奋啊 感谢神了 应该又来过 因为我顺利的过程 我是有软弱 但我不会这样 因为我心里面 我鞭定一样东西 就是神是真的 因为我很多次研究神是真的 很肯定 神是真的 我一定要信耶稣 一定要跟耶稣 并且我信耶稣 不要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 一个随随便便的基督徒 一个爱主的基督徒 如果我们过来都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教会一定会复兴的 这个地方一定会复兴的 你想不想 我希望你有这个牧羊的心 你不要说不行 我只是紧紧 现在刚刚在水面 浮了气 鼻子刚刚出水 还可以扔着艇 我还可以扔着你 其实不用的 只要你一上岸 你说耶稣 你这么好 我就要帮人 你说的话 要支持人 鼓励人 神就会用你的 所以不要灰心 不要说 那个又灰心 那个又暖 那个是他的问题 是你自己 如果我们这里肯毁伸 最主要是毁伸 有一间教会 叫马安峰 这个地方 叫马安峰 牧师叫Rick Warren 在教会里面 有几种会员 他有一种就是毁伸 他有一个群体 就是所有来的人 另外有一些就是洗礼 但另外有一群就是 这些是毁伸的 那毁伸是什么呢? 他们一定不会毁伸 实力奉献 毁伸支持教会 去帮助教会 做所有应该要做的事 就是全心全意投入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 神啊 我不要只是做一个 软弱基督徒 只是摸东西的基督徒 是做一个施语的基督徒 祝福别人的基督徒 神就会使用你的 耶稣吩咐的 他一定 日后会问你 你有没有做到 我没有了 你经历圣灵去到哪里? 我每次去到 我都很大经历 我很大感动 我很多感受 那接着又怎样? 我回来 又忙过头 又忘记了 耶稣会问你 回来之后 如何? 所以你回来之后 你要做 经历圣灵是什么? 刚才我听到一个讯息说 很简单的 经历圣灵是什么? 就是叫我们 尝尝主的恩典 经历圣灵就是尝到主的恩典 尝到主的恩典 尝到主的恩典 当你尝到之后 你就不用 我们当然可以每天都尝 但不用说我现在要尝 我才知道耶稣是好的 你尝到之后 你就知道耶稣是好 你就会保持 就是不用说 当然可以尝 我其身土都尝到主恩的滋味 那你只要做 你可以时时尝到 但是 不用说你要尝到那一刻 你才会为耶稣 而是你决意 我一定要为耶稣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真是有这种心智 我要决意 你能不能这样说 我要决意 决意真的去 目有灭人 去被神使用 如果你愿意 你想清楚 你愿意 你跟隔壁都说 你说我要决意 去目有灭人 去帮助别人的灵性 如果你是愿意的 我要决意目有灭人 我要决意目有灭人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决意做 好了 跟着以色列结书三十四章 第四节 这里 神指责那些不目养人的目者 我们一起读一下 在这个子里 第二 受药的 受药的 你们没有养葬 有病的 你们没有医治 受伤的 你们没有前果 被逐的 你们没有领会 失丧的 你们没有寻找 但用强暴厌厌地核制 因无目人 让就分散 被分散便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